他告诉我PQR是这三个点 然后他经过P,P就是73 然后平行里QR 所以我的Valient equal toValient of QR 在Valient of QR的时候呢 我就拿我的二层,二层一层 然后他进我的 X-7 和3 和3 然后Y等于-2 和3 然后这个9 和23 OK 好,我的答案是对的 我就不换成这个Battern了 OK,好 The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that passed through R R是-4 就是Perpendicular to QR 所以我在找出我的Gradient of QR的时候 它会是等于什么 2-4 诶,刚刚Gradient of QR我已经找到了 Gradient of QR是这个-2和3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enticular是3和2 OK,我这样拿到3和2的呢 就是说我的Gradient乘-2和3等于-1 所以Gradient等于3和2 然后它经过的R是-1都号4 所以我的Y-4等于3和2X加1 OK,然后它会变成3和2X加3和2加4 所以Y等于3和2X加1和2 OK,好 这一个会变成我的Equation图 这一边其实我吃掉了一些步骤 这个应该是X-1 然后我直接写Y加1 OK,然后把这个绑过来 好,然后接着呢 它说X是这两条线的交叉 两条线的交叉的时候呢 我就substitution method 我就sub1 into 2的时候 我就有-2和3X加23和3等于3和2X加11和2 so,在这一边我全部一起乘6 OK,乘分母的LCM OK,2,3,3,3,2,6 OK,所以我就会变成了-4X加46等于9X加33 这个绑过来,这个绑过去 所以9X加4X等于46-33 所以我只有13等于13X 所以我的X等于E 然后我sub我的X等于E into我的equation2吧 2比较容易啊 所以它是3和2乘1加11和2 然后它变成14和2 就7 所以我X的coordinate 上面就是E都好奇 这就是我的答案啊